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红香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掀起旋风 日前黄仁勋宣布将在台湾设置 大规模的研发中心 将要招聘一千名工程师 那现在各县市都在积极争取 台北台南苗栗用夜市美食吸引 高雄说要送船席 那桃园新竹则有地利跟产业链的优势 只是这个科技大厂投资考量是什么 有人说黄仁勋最近高调的说 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 AI世界地图竟然有台湾没有中国 那为什么黄仁勋不怕踩北京的红线 对照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曾经是超级明星 如今光环是落在黄仁勋的身上 回答的市值更是超越特斯拉 那回答的股价前天一夜就涨了一个 Intel市值上涨一千三百亿美金 大约是四点二兆台币 不过国内还是有人在酸葡萄 说这个回答领先两三年又怎么样 黄仁勋真的很倒霉等等 回答真的有那么容易超越吗 另外傅康奇想要强推两兆的花东三法 接连被党内打脸 赖世宝说有那么急吗 那智库也说这个要评估可行性 不过傅困其动作频频 昨天袭开五桌 宴请栏尾 似乎是要跟韩国瑜较劲吗 那日前他还上节目说 这高铁时速三百 两秒就可以杀停 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花东三法呢 还没有要政府出钱 这等等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言论 他是把民众当笨蛋吗 还有绿白真的要合作吗 黄国昌说提案如果有道理会支持 那行政院现在要推的打炸四法 黄国昌担忧加重这个诈欺的行动 不符合被害者的期待 这到底是在说什么了 还有这黄国昌的岳父的建设公司呢 这两天又上新闻了 黄国昌喊不要怀疑我支持居住正义的信念 这又成为最新的笑话吗 相关的这个议题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列委洪生汉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民进党台北市员简淑培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资深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再是郑学教授范世平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周明玉 中江哥好 大家好 财经中央的许清皇 中江哥好 大家好 吃完烤鸭走出餐厅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亲自一个个发便当 就怕守候多时的媒体饿着了 来台一个多星期 美食地图累积至少十几家 但他可不是只有吃吃喝喝 你很累吗 我知道 你很累吗 我累了 我昨天给了14个课程 周二电脑展开幕 黄仁勋连跑14个摊位 帮合作伙伴站台 马不停蹄的他还是利用空档帮粉丝签名 你帮我签一下好吗 谢谢我也就排了两个小时 这个啊 对 站在 这是我们台湾东城市都很爱 黄仁勋尽力配合粉丝 不过传出台积电要涨价 我觉得TSMC 他们的专业的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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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黄仁勋肯定台积电的贡献 黄仁勋肯定台积电的贡献 面对魏哲家喊话要涨价 他也说这样确实能反映台积电的价值 好我们先来看了 这个会大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掀请旋风 他宣布呢 将在台湾设立大型的设计研究中心之后呢 现在各县市政府积极的争取 短短一天呢 就有九名的县市首长要积极表态 只是说这个台湾的北中南 哪个县市会被挥打选中呢 那黄仁勋他有列出什么样的条件 来宣布名誉 听说夜市也是选项之一吗 确实我们看这几天的那个台北 那个Computex不是在台湾举行吗 对不对 你看之前这个苏之丰就已经说了 要花五十亿来打造研发中心 那黄仁勋也说了 他未来呢 要这个成立第二座的研发中心 还有更大的超级电脑 而且五年要达成 预计会招募一千名的工程 好那事实上呢 这个第一座 这个挥打的第一座 早在2022年的时候 就已经投了243亿 在内湖设了首座的亚洲AI研发中心 那已经招揽了四百名员工 所以他这次来再开了第二张支票 要设第二座的这个设计中心 好那这个消息出来呢 哇当然讲了就有九个县市 就已经开始很像这个 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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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这样子 积极争取 那你这个黄仁勋他要选啊 那当然要开始开大家你要来选我嘛 我要开条件啊 对不对 那第一个呢 跳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南市长 黄伟哲啦 黄伟哲非常有趣 黄伟哲就说 那我们台南有什么呢 台南有知名的这个南科啊 而且南科的营收 去年的已经这个这个营业额 就已经超过了逐科 而且是全台湾第一哦 哇非常的惊人啊 然后他还说 未来的包括台积电啊 Google啊 ASMO啊都要加码投资啊 而且大家不是担心会缺水吗 没有关系 仁德有再生水厂啊 未来这个先进制成的用水 就不用担心啊 那你讲了这么多优越的条件 当然他就非常熟知 黄仁勋 很喜欢逛夜市 吃夜市小吃嘛 所以呢 他就直接喊了一个口号 大大五花 大五花 就说好棒棒啊 那说最棒的夜市欢迎你 那其实台南夜市也是蛮有名的啊 对你喜欢 为什么讲这个大大五花大五花 你喜欢逛那个台南就知道啊 他们有大东夜市 武圣夜市跟台南花园夜市 然后要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开 所以就发了这个顺口六 叫大大五花大五花 所以你看呢 就说台南有六处的四星市集啊 所以呢 对活人区 你就是就在台南 选台南就对了 好那就是这个黄伟哲出的奇招 那我们再来看了 包括杨文科 杨文科也说了 这个新竹有AI的智慧园区啊 像伟创智邦跟翼龙啊 下半年就会正式来营运了 所以也欢迎你来 那另外呢 张善政 人家新竹縣 好像是说 挥打主动联系哦 所以大家都以为 是不是挥打你选 选定了新竹縣 消息一出的话 没关系 那各县市都会来加码 像张善政也讲了 张善政说 我们有AI的这个生产 这个生态产业界非常的完整 我们交通也完善了 最主要还有陶基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林涛马上眼睛都亮起来了 真的吗 这次不会说 又把他推出去了 去年就已经去跟NVIDIA联系 好漂亮哦 然后再来土地面积也够 然后还有这个挥打 自己本身就有亚太物流中心 就已经进驻了远雄的这个自茂港区 所以他也是说 选我选我 那接下来刚刚讲到中东景 很少有听到这个中东景 对他也来争取哦 他说中东景说 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水电问题啊 苗栗通通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苗栗有通宵发电厂 还有五个水库 另外苗栗还有沿海的绿能 可以发电哦 就让你AI不断电 那除了这些呢 听到这我就在打脸来 你不是每次都在说缺电 对 等下中东景你说苗栗不缺电 水电都不缺 每次还唱衰封电 对 他现在还说后龙封电 这下子你看林涛头又低下来了 只要桃圆的时候 他头都会再踩上去的 好那除了这件事当然那个中东景啊 他也来加码了 他说哎呦 我们这个有客家夜市 他也知道这个黄仁勋 喜欢夜市 他说未来 如果你来这边设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夜市哦 还帮你把这个乘传成数十年的 阿兰姐客家水晶汤脚了 还有中港的那个炸柜 还有公管人才制造的这个肉丸啊 还有哇南庄的酸菜生意炒板条 通宵阿嬷臭豆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对 他说我们会特别设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夜市啊 好就让你 他意思说我盖一个夜市给你 是不是 对特地盖一个夜市 你喜欢夜市我盖一个给你 所以你们签名的工程师都不用担心 想吃什么就有就就有什么了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 陈其迈 陈其迈当然是这个不能让大家专美于钱 他最特别 他为了这件事 他说他考了一个帆船证兆 他说这个有别的县市没有 未来 如果你NVIDIA你来进驻的话 我们送你三个船席 你随时还可以出海 让你自由选择目的地 哇塞 连这个帆船都出手了 你就知道说这个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当然了 这个除了这个陈其迈有这个很幽默之外 他也讲说 包括这个南台湾 高雄 他有一个南台湾的科技廊带 还要打造亚湾的2.0 还有半导体S廊带都有 所以都欢迎大家来进驻 最后要讲了 蒋万安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事实上挥打的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研发中心 是落脚在内湖 对 所以他当然 蒋万安这一次也不能缺席 他当然就说 我们有这个南机场 有景美夜市 那甚至如果要来的话 可以落脚哪里呢 这时候北市科就出来了 哦 北市科 对 说你可以来我们的北市科 北市科 北市科 北市科现在在养小草 养小草 而且小草那个地方不能转浪 是新瘦的 不要养小鬼就好 但是没有关系 就即便有这么多困难 但是他说我们会组成专案小组 包括产业资讯财政地震局 全部都要下去 大家都要争取 全力配合 对 争取回答来这边设厂 是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各县市 一听到这个回答 黄仁勋宣布要在台湾 设立这样的一种设厂投资 马上就急于争取 感觉上像是中乐特一样 如果被选中的话 那只是说科技大厂 他们选择在台湾投资 到底考量点有哪些呢 清晃你的了解 这个回答黄仁勋 在哪 夜市真的是重要选项吗 两年前的时候 当时回答选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在哪里 在台北的内湖 那他把他当作是他的这个 AI的中心 AI计算中心 然后所以台北的内湖是第一个 但是同年在2022年的时候 也选择在高雄的部分 设置他的一个AI算力中心 所以等于说在2022年的时候呢 当时回答花了243亿 选了台北跟高雄各一个地方 可是那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请问那今年黄仁勋说的 到底又是什么呢 他说一下子说设计中心 一下又说研发中心 那今天又抛出了总部的讲法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现在就只凸显出一件事情而已 叫做回答要在台湾扩大营运 这才是事实了 那请问你 回答在台湾要扩大营运 按照黄仁勋的讲法 是要招募1000名以上的工程师 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很好奇 那黄仁勋 NVIDIA的创办人跟执行长 他的考量真的跟夜市有关系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是因为记者在问他的时候 他自己丢出来问记者说 这个因为记者问他说 台南高雄跟台北市这三个地点 那他抛出来这三个地点的时候 黄仁勋当然就直接访问他 那请问这三个地方有夜市吗 那记者就告诉黄仁勋说 不但有而且都不错 那都不错那你要选哪一个 黄仁勋小时候呢 他小时候呢 他是从台北到台南去 他小时候住在台北的双联站附近 所以他爸爸会带他到圆环 台北市的建成圆环那边去吃小吃 那他脸上有个疤痕 就是他在建成圆环吃小吃的时候呢 旁边坐博博的店家 让他不小心受伤 我觉得应该是说 如果有夜市更好 加分条件 对 他只说科技大厂 去巡视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跑去吃 科技大厂他们考量什么 供应链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讲的是 针对这个件事情 NVIDIA的考量是 第一个总部的部分 那设总部的部分 你大概可以想见 跟管理机能有关的 他应该是放在台北市 所以呢 讲完我想北四科的弊案 他可能还不用办 大概他还没处理完 大概NVIDIA就会选择台北市 作为他总部的考量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他的设计中心跟研发中心 会在哪里呢 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高雄应该是其中一个点 因为今天我看 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 在回答这个林戴华的时候呢 看起来就提到说 因为他就告诉他嘛 林戴华就问他说 那请问这个NVIDIA 设的这点会在哪里呢 那郭志辉跟他说 应该会如你所希望啦 那林戴华是高雄的立文嘛 如他所希望 总不会在高雄以外的地方吧 所以看起来 高雄会是其中一个选择 只是高雄目前听到的是 他会成为是AI的超级电脑中心 那所以AI的超级电脑中心 这件事情呢 应该也会发生 那第三个 我们刚刚讲完总部 讲完这个超级电脑中心之后 第三个就是设计中心会在哪里嘛 这样的问题要先探讨前端 他跟晶圆设计的时候 他设计完晶圆设计的 制造的业者 能不能帮他做得出来嘛 所以是不是台积电要在附近 当然台积电要在附近 因为如果他所设计的东西 台积电做不出来的话 那今天他这个设计 等于是白搭 所以他要跟台积电的RD 台积电的研发 能够充分密切的沟通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对NVIDIA来讲 他本来的RD是在美国的话 跟台湾之间沟通有时间上的落差 你两边之间很多事情 不是开视讯会议就能解决的 所以光是出差往返要耗去很多时间 所以对黄仁勋来讲 选择把他的研发中心设在台湾 这是非常合理的嘛 因为台积电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对于这个NVIDIA来讲 跟台积电保持同步就很重要 因为可以确定他的产品 永远是全世界最先进 也永远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件事情 目前的Intel跟Samsung 跟三星都还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设计中心 一定是跟台积电绑在一起 好 那如果从这边去推敲的话 那各位可以想一件事 台积电现在最先进的制程 大概有几个部分 哪里有台积电 哪边有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 现在看起来有三个地方嘛 第一个是台南的部分 在南科有台积电先进的制程 在那个地方嘛 然后在竹科的部分 台积电最先进的2nm 在竹科也会有 然后在高雄也会有 所以等于高雄台南跟竹科的部分 这跟新竹这三个地方 都有可能会却贫重选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呢 高雄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台南看起来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黄伟哲市长 他所秀出来的大五大大大夜市 这个有可能变成 附加价值之一 机会也很大 机会也很大 新竹的优势是在于说 因为台积电有一个 现在最先进的研发中心 是这两年的时候刚成立 所以这个最先进的研发中心 要确保台积电的竞争力 站在这个角度上面 那你就要想一件事情 对NVIDIA来讲 如果把这个设计中心 也放在 也放在说新竹来看的话 那他是不是跟台积电的 这个研发中心 可以保持最快时间 接轨跟讨论的状况 所以新竹县 台南跟高雄 这三个地方呢 有可能才是他讲的 研发中心 设计中心 最后会却贫重选的地方 那我必须做这个结论 这个辉达离不开台积电 那辉达也离不开台湾 然后台积电台湾跟辉达跟NVIDIA 这些现在都也是绑在一起 面对整个世界的下一个五十年 那为什么这样讲 来首先先告诉大家 对于NVIDIA来讲 你看黄仁勋呢 等于说他在台大上面 这个活动里面 是不是把台湾放在中间 旁边都是跟他有合作关系的 大学包括合作企业 好那你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对黄仁勋来讲这么重要 我们要跟大家说 黄仁勋的创业过程里面 我们这张表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黄仁勋创业是在1993年的时候 那他是什么时候早上台积电 他是1995年早上台积电的 各位黄仁勋早上台积电 那个时间呢 你要知道第一 当时呢 不是你想要要到晶圆制造产能 你就能够有晶圆制造产能 当时很多大厂像Intel 自己就有晶圆制造能力啊 AMD当时有晶圆制造能力啊 那你有IC设计能力 你要晶圆制造的产能 对不起你要不到 结果你知道1993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这个黄仁勋刚创业嘛 创业两年的时间 黄仁勋差点公司搞到倒掉哦 那当时呢 他因为研发关系啊 然后钱稍微很快 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 他公司裁掉七成的人力 差点宣布倒闭哦 结果1995年的时候呢 他打电话给 他写信给张忠谋 他写信给张忠谋 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 张忠谋竟然回电话给他 回电话给他呢 两边接上之后呢 张忠谋开始呢 让公司可以做这个NVIDIA的订单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当时的台积电的营收 是现在的2%不到哦 所以张忠谋要押注在黄仁勋身上 也要很有勇气哦 结果呢 你知道这一发展下来 好了 NVIDIA就专心在研发的业务上面 所以等于说台积电走到多先进 他就走到多先进 所以对NVIDIA来讲呢 他是不能够没有这个 不能没有台积电的 而对台积电来讲 他跟NVIDIA绑在一起 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前两年的时候 是不是有普发6000块 普发6000块 当时我们讲税收最大供应来源 是哪一家公司 台积电的550亿 对不对 你知道台积电第一大客户是谁 台积电第一大客户是Apple 是苹果 苹果贡献了5000亿以上的营收 那你知道第二大客户是谁 就是NVIDIA NVIDIA贡献了2411亿的营收 至少有42家台厂 都是跟辉达绑在一起的 在辉达越来越茁壮的营收的过程 我们台湾的这些厂商 每个都受惠哦 然后我光是最后举一个简单的产品 让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辉达这几天股价涨 是因为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说要买10万台的这个NVIDIA产品H100 然后呢跟30万台的B200 你知道这个H100显示卡跟大家想当中不一样 应用中在AI上显示卡你认为一台要多少钱 一台价格台币上面标价是130万 这130万 那130万里面台积电大概从中赚大概是10万块左右 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高档的显示卡呢 因为他要应用在AI的这些超级性能上面 所以现在供不应求 台积电光这样子一份他就赚10万块 请问他卖假设像马斯克订单10万张 10万张请问台积电可以赚多少钱 所以这个NVIDIA现在的营收跟他先进的产品代表的也是台湾的台积电 以及台湾的供应商的未来 对的确回答最后会在哪个县市设厂 恐怕大家都在猜 只是说大概有一个方向可以去这个猜测了 比如说因为他讲说台积电不是普通的好 是无与伦比的好 所以就可以想象有台积电的地方 应该就是回答设厂的一个重要参考点之一 那只是说现在大家在想说 如果回答大举投资台湾 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范老师你的了解 以这个回答最近他的市值将近三兆美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台币大概是一百兆 那如果来台湾设厂 可以带动台湾多少的经济发展 傅昆席在这个4月27号 当时还率领了国民党的立委到中国去访问 我觉得他在这个桃园机场的时候 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想说台湾为什么 他们这是要去呢 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生不如死 这个水深火热 经济其差 百业萧条 所以我们要去中国 希望把观光客引进来 把台湾说的一无是处 对 傅昆席现在应该去 赶快去找黄仁勋 你不要来台湾投资 你自寻死路 对不对 这个你去找这个苏之锋 你们不要做错误的判断 台湾兵凶站违 台湾投资 未来没有前景 要这样吗 朱立伦要劝一下黄仁勋 苏之锋 你们不要来台湾了 台湾未来没有前途的 去中国 中国一线好棒棒 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当初那些 说台湾五缺的人 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 大部分都是一些青蓝的媒体 青蓝的一些企业界人士 对 你们要不要出来讲话 对 你要不要出来证告 发表在那个中国时报 半版广告证告黄仁勋 回头试案 这个不要在台湾继续投资了 否则会一再犯错 是要这样吗 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中国 是选择台湾 对啊 为什么今天黄仁勋愿意投资 在台湾 刚刚讲过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是 过去几十年来讲 他是没有到中国去发展 他一直更生在台湾 后来当然他在南京 设了一个场而已 其他所有都是在台湾 包含人才 包含各种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讲 就像大家所谈到的 两岸关系越紧密 可能当台湾的经济 其实是越低迷 包含马英九执政这八年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台湾的股市都创下新低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今天台湾走出了一条 自己的康砖大道 这是我们台湾的成就 所以不要再唱衰台湾了 否则黄仁勋 他为什么这么的看重台湾 为什么苏之锋 包含这些国际的 这些科技界的大佬 大家都群记台湾 特别是我们看到了 Intel的这个总裁 季辛格 他过去对台湾 说实在的 是有点不屑一顾 他这次也来到台湾 而且他讲Intel 就是跟台湾绑在一起 而且他本来 这次来台湾访问之后 他要去韩国 就他说不去韩国了 直接回美国了 所以韩国这次 非常的难过是什么呢 本来他们希望能够 在这次的台北的电脑仔 他们飞一杯跟 结果没有了 黄仁勋也本来要去韩国 他在昨天也接受 韩国媒体的访问 后来他也不去了 表示现在三星 已经完全不是台积电的 竞争对手 台湾现在在半导体这一块 已经超越了韩国 所以看得出来 就台湾未来在整个 全世界的晶片的市场来讲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那刚刚讲过 不是台湾不是在兵凶站围吗 上个礼拜 赖清德刚刚宣誓 这个就职总统 中国就开始举行这个 利剑2023A的 2024A的这个军事演习 可是为什么 外商还是落益于途 拜登讲话了嘛 昨天拜登在 TIME杂志说什么 不白处动用美国武力 来保卫台湾 这是拜登上任总统以来 可以说是第五次提到 保卫台湾 他上一次就是在 5月23号 5月25号 也就是赖清德就职之后 他在美国的西点军校 他发表了演讲 也谈到了台湾 所以我不需要讲 拜登就在用实力 来展现我捍卫台湾的决心 因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台积电到了美国去投资 盖了厂 杨利沙纳那边 但是说实在的 美国的企业的文化 美国的劳工的意识 跟台湾是非常大的矛盾 所以说虽然你厂翻过去之后 你无法在那边就地生产 而且成本也不可能压低 所以务实的就是 怎么样把台湾保护住 这最根本的嘛 最省钱的方式 所以黄仁勋也不用担心 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当然可以投资台湾 对啊 川普前两天怎么讲 中国如果敢打台湾 我立刻要轰炸北京 这样讲的话 一个一个别狠 川普都这样讲了 那拜登当然也要讲 这个出品保卫台湾 所以我必须要讲 台湾的确在这个 风火浪尖之上 但是台湾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 否则这些外商 他们在投资 第一个投资 他们贫固的是什么 政治风险 军事风险 对 安全风险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嘛 如果这方风险无法兼顾 我投资再多也没有用啊 全部变炮灰了啊 所以这些外商 这些美商 他们当然有获得 美国五角大厦 美国CIA相关的重要的情报 就是告诉你来台湾投资 是安全的 我们美国在这边提供台湾 相当大的国防的自主 提供台湾国防上的协助 所以尽快尽情的来台湾投资 不用担心 不然台湾有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 叫做夜市 这是全台湾唯一的 全世界没有嘛 就台湾有嘛 就台湾有 这唯一的优势嘛 而且因为黄仁勋大量的加持 让台湾的夜市文化 已经变成全世界流行文化 对台湾的观光产业来讲 也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的确这个黄仁勋 担心勇抱台湾 那这个财经大佬 谢金盒都说对照 之前也曾经是红透半变天 这特斯拉 就是像马斯克 那时候他也是超级明星 但是因为马斯克 担抱中国 所以苏培 这很明显嘛 就一个对比 黄仁勋担抱台湾 然后马斯克担抱中国 结果呢 特斯拉现在不是变得很凄惨吗 在中国可能还被中国的 这个电动车给超越了 那如今的黄仁勋 是担抱台湾 加码投资台湾 马斯克现在应该很后悔吧 他现在这个我们之前不是马英九 或者是这个傅宽奇去的时候 去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电动车怎么讲 我们很快就要超过马斯克了 这就是选择上面的一个风险嘛 你选择中国 这种这个会私底下 把你的技术全部偷走的国家 你未来就是 他不是你的合作伙伴 中国是偷这个高科技的一个国家嘛 这个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黄仁勋在这个AI的 这个新的产业链里面 其实他就是一个Keeper 这个重要的人现在选择台湾 选择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台积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刚刚这个范老师所说的 台湾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更是他选择一个重要的因素嘛 从蔡英文执政八年以来 接下来赖清德的执政 都让黄仁勋知道说 他在这边投资 他在这边做研发 不会因为有政治的风险 而改变他的这个整个企业 或者是整个产业链嘛 对他来讲他知道在这个时间 在AI的产业 刚要开始的时候 在亚洲他要选择一个靠近台积电 而且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 那可是你看哦 相对这个时候应该是国民党 民进党国内所有的政党 应该是同心协力的 可是大家还记得吗 马英九之前去看什么 去看小米 去看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还甚至问中国的小米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超越美国 有没有 就是完全就是在这个政治风向 完全是占不对 甚至在整个的经济状况底下 我觉得完全没有掌握状况 所以包含中国 包含国民党 然后相对付宽企也是这样子 柯文哲也是啊 柯文哲在2023年8月的时候 曾经讲过什么赖清德 如果当选的话 台湾的外资全部跑光光 对结果现在黄仁勋告诉 结果是科技大厂真心 恐后来台湾 是这个computer test 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有多少的大厂全部都来 为谁而来 为黄仁勋而来 为台积电而来 这件事情难道柯文哲 难道国民党没有看到吗 而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看我们居然还为了国会改革 扩权法案 列为新的国会里面的第一个法案 我觉得这会不会让所有的外商会害怕 当然会 如果继续搞下去 国民党跟民众党 就是台湾的罪人 当这么多的国际厂商 在AI这个新的行业里面看重台湾 我们朝野的国会委员 应该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投资环境 搞好的时候 结果你继续搞你的扩权 继续搞你的政治斗争 我相信外商会害怕 而受损的是什么 受损的就是所有的台湾人民 而这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 其他的国民党的县市长 看得清不清楚 当然很清楚 所以包含张善政 包含中东警 中东警我们过去都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的 他这一次跳出来说 苗栗也要 苗栗也要 我们也要 而且我们有好 我们有风电 我们有绿能 所以你来我们这边不会有缺电 而且我们的水资源很好 你要用多少水 我们都有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不缺水不缺电 所以我要讲 接下来如果立法院以国民党为主 过半的这个 加上民众党过半的这个国会 继续二稿的话 县市长会不会有压力 这些县市长绝对都会有压力吗 国民党的县市长都会有压力吗 所以如果国民党不再及时的看到这样子的这个风向 然后赶快调整他们在国会的一些政策的推动的话 我觉得光光黄仁勋 其实就足以让国民党在2026年的选举 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境 全台湾民众都会看得很清楚 现在整个台湾的未来的发展 是要走哪个方向 那这当然财经到了 协定说拿这个特斯拉去做一个对照 那特斯拉最风光的时候 市值高达1.2兆美元 那时候辉达市值是只有2000多亿 如今风水轮流转 辉达的市值上升到2.8兆美元 将近3兆美元 那特斯拉只剩下不到6000亿美元 两家公司的差距是未来这个越拉越大 所以为什么呢 一个是你拥抱中国 一个拥抱台湾 那现在一个最新的 挥达前天 他们在美股的这个市值 股价就上涨了一个Intel 怎么说呢 他上涨的市值大约是1300亿美金 大约是4.2兆台币 然后涨幅就超过Intel 周一收盘时 他市值是1200多亿美金 所以这个盛汉委员怎么看 黄仁勋挥达来台湾投资 会对台湾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现在整个 包括在立法院的轴线 其实大家都抵抗不了 AI接下来在下一个世代的 这么巨大的吸引力跟魅力 那我觉得黄仁勋 其实在台湾 其实这两年 应该是这两年左右 其实台湾社会比较多人 认识黄仁勋 其实他那一天 在他的演说里面 我觉得讲了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可以跟 Elon Musk去做比较的 他讲一件事情是 我喜欢看别人成功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为什么 大家都有很深的印象 前几天 他的那场演说里面 他放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中间是台湾 四周都是他的合作的厂商 或合作的学校 刚刚其实这个清皇哥 其实有秀出那张照片 其实这个就是 他非常非常重视一个群聚 跟互惠 其实也显现在 挥达他如何真正 能够成功的哲学 所以过去蓝宁 常常每天说 台海兵凶占围 所以我们的科技业都要跑了 我们的产业都要跑了 我们谁谁谁都要跑了 结果没想到 没有啊 其实大家来的越来越多 说他投资的越来越多 而且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越来越扎实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在台湾 我们长期蹲马步的 这些科技业 已经开花结果了 而且重点是 这些科技业之间 不是只是彼此互相竞争 他们彼此成为一个 生态链的互乘合 这个生态链的互乘合 让他的这个群聚的吸引力 非常非常大 所以虽然没有错 中共还在军演 虽然没有错 中共还在各地的打压 可是这一个生态系的 这个保护的效果 群聚的效果 跟他的效应 已经完全的超过了 外在中共对我们的打压了 现在这些科技业 也成为台湾 面对地缘政治 最重要的筹码了 而且科技业也心甘情愿 也愿意跟台湾继续奋战 所以他刚才说 我为什么投资台湾 因为我有个超棒的好朋友 台积电 其实也不只是台积电 台积电后面有更多 超棒的好朋友 这些所有超棒的好朋友 绑在一起的时候 现在我还是要说 刚刚青黄哥也秀出来那张照片 其实在讲一个事情就是 AI看起来 接下来就是以台湾为中心 AI就是以台湾为中心 所以他把台湾放在最中间 这个放在最中间 代表的是一个 以台湾看出去的AI世界观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也是黄仁勋为什么可以引起 这么大的魅力 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 对 申和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台湾人看黄仁勋看到一个希望 因为他觉得希望大家一起好 共融互惠 但是如果你到中国 中国的企业可能是要把你取而代之 比如说马斯克 中国的电动车是要把他吃掉的 所以马斯克在中国是岌岌可为 那因为现在国内 大家是看到这个黄仁勋 看到希望 但是还是有些人在酸葡萄 比如说前率有郭振亮就说 辉达领先两三年又怎么样 黄仁勋其实也很担心被中国赶上 要请教亲黄 辉达真的有那么容易 就被中国超越吗 专利所堆叠的技术门槛 那不是你要赶得上就赶得上 更不用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设备 他是没办法进口的 因为中美科技战的关系 你又买不到这些设备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些设备 你买不到 然后现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晶片就只能出货给辉达而已 他又不能出货给中国厂商 所以你要追上 那个是南上加南 这个南上加南 第一个南是技术上的南 第二个南是你本来要取得 这些先进设备也很困难 所以对他来讲 南上加南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是你说要追得上就追得上的 所以这两天有很多奇怪的 暂衰NVIDIA的言论 让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嘛 因为整个市场现在看到的都是 世界现在在往AI的方向在走 而且这个AI呢 它的应用是越来越具体 然后你也看到这个黄文勋 秀出他的机器人呢 也可以做到跟AI在一起之后 功能变得更精致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方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些畅衰论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说这个中国之前有传出一个 我不知道是个笑话 他们说他们什么奈米晶片 你可以用手造的 用手可以磨出来的 是 这是一个新闻 这是一个新闻 也是一个笑话 就是不要说奈米 而且是央视报导的 不要说奈米 就算是微米等级的 微米等级的晶片要用手造出来 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是奈米等级的晶片 铁杵磨成绣花针 对 那个绣花针都没有奈米那么小 就即便你已经铁杵磨成绣花针 都磨不到奈米的程度 所以这个讲法本身是非常可笑的 那再来我先讲几件事情 第一个 台湾这次在办Computex的时候 让大家看的是很骄傲 为什么很骄傲呢 骄傲的点是 这一次来的除了黄文勋之外呢 这个AMD的苏之锋 超维的这个老板也都来了 所以这一些重量级的人事 代表一件事情 告诉你他们很重视 台湾也很重视他们的公司 跟台湾的合作 所以大家未来是一起绑在一起 一融共融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指标参考人物是谁 就是前面范老师所提到的 Intel的这个CEO 季辛格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大家 以前季辛格 Intel对于台湾的Computex 不是非来不可 而且早期台积电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台积电一开始 张忠国在做金元代工的时候 也是希望拜托 跟Intel能够下订单 早年你知道主被动关系呢 我们台湾跟Intel Intel是这么这么的高 我们台湾是这么这么的下面 那个是四三四十年前的关系 可是现在你看到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是 Intel的这个CEO 不但到台湾的Computex来 各位他有两个动作很有趣 第一个这个南韩 刚刚前面范老师说他不去 你要知道南韩是Intel自己在办AI高峰会 Intel自己在南韩办AI高峰会 把南韩很多企业家找到这个AI高峰会现场去 结果呢 Intel的CEO说南韩我不去了 你们家自己办的活动 你的CEO不去 结果他的CEO去哪里 他的CEO选择到台湾来 第二个你知道季辛格这个Intel的CEO 他来台湾的时候他诠释什么叫做IT IT这两个是什么叫IT 我们大家一般认为在IT在谈的 不过就跟自通讯有关啊 你知道季辛格怎么讲吗 季辛格说IT这个Intel CEO说的 注意听喔 他说I是Intel的I T是台湾的T 所以呢IT叫做Intel跟台湾 这是现在Intel的CEO讲的话 以前不可能有这种讲这种话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会讲这样的言论 所以这表示季辛格希望跟台湾 能够有合作的关系 所以他说Intel呢 虽然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但是他希望跟台积电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他的有一些许多的产品 也希望能够让台积电来帮他的忙 所以这都是过去看不到的状况 好那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 重量级的科技圈的大咖 跟台湾的状况之后呢 那你来看他们是不是加码在台湾 这个要投资那个要合作 对不对 那个AMD在台湾要投资 要扩大要增人 NVIDIA在台湾也要投资 要扩大要增人 他们的供应链 各位他们在台湾有一堆的供应链 不是只有一家台积电 这些供应链都要扩张自己的产能 去配合这一些客户的需求 好那我问你 这些人在他们眼中看到台湾的是商业机会 还是所谓的兵凶战危 当然是商业机会嘛 当初柯文哲去年八月的讲法是说 赖清德当选之后呢 经济会崩盘啊 外资会跑光啊 这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呢 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的讲法 他的理论是呢告诉你说台湾到时候战争风险变高 经济变差 外资会跑光 如果呢柯文哲自己当选打仗风险 就会下降很多 两岸不用打仗 关系紧张就惨了 然后呢 请问柯文哲的话讲完 现在当选的总统是谁 当选的总统叫做赖清德 请问赖清德当选总统之后 第一请问股票有没有崩盘 没有台股不但没有崩盘 台股是创新高 第二这个不但台股没有崩盘 创新高之外 第二个是你看到这个大咖 NVIDIA在内 AMD在内都告诉你来台湾要扩大投资 而且要招募 NVIDIA就要招募一千名以上的工程师 所以我们只问大家 这两岸之间的兵凶战危 跟外资看到的 跟国民党或柯文哲看到的 请问是同一个台湾吗 各位没有觉得很神奇吗 差距太大了 同一个台湾 国民党跟柯文哲看到的 跟这些外资外商 而且是科技圈的大咖所看到的 怎么是截然不同的台湾 所以从这里面 大家就会发现说 原来台湾对于自己 这也是黄仁勋讲的话 台湾不但是世界的无名英雄 而且台湾对于世界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所以黄仁勋在他演说里面 后面讲了一句话 就叫谢谢你台湾 对 郭东哥 没有想到黄仁勋掀起了这样旋风 引发了政治效应 那也对照蓝白之前的话 完全不可信 这几天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报道台湾 尤其在报道 辉达的黄仁勋 其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 让台湾人觉得非常的骄傲 而且这个骄傲 不是只因为辉达 要回来投资设厂 这个骄傲在哪里呢 全世界在看 这些重要科技的这些 全部都在台湾的时候 台海安全更加让全世界重视 过去大家还没有那么重视 现在发现说 大家讲了半天 为什么这些重大科技场 全部都在台湾 设厂在这里 第一个重要意义在哪里 现在你看看所有的盛事长 都在争取回答去 尤其我今天听王安讲的 也蛮有道理 像他动作很快 他立即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但是我们将心比心 我反而对苗栗 苗栗你应该积极争取 因为这个厂在那里 一定会让那个城市 整个兴旺起来 所以我说苗栗应该要积极的争取 其他县市当然也有这个机位 但是我们要看 他重点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这么多年努力 把传统产业转型到科技的时候 证明给大家看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地方小 我们没有那么多传统产业在那里 不管是广资的也好 荣誉航 韩平也好 都没有办法跟世界竞争 那你现在好了 科技集中在这里 全世界一半以上 你都要看台湾的脸色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才来 真的及时雨 台湾让人在外面 觉得政治这么乱 乱像国会这么倒战 但是你看很多人都很安心 尤其是王安先生那个讲话 我一再赞美说 他真是了不起 他把那个台派的精神整个都发挥出来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一个顶尖的科技 职业怎么会去跟夜市仓房挂在一起 我一直想不通 一个科技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全世界十四名首富 会跟独一仅有的夜市仓房挂在一起 他的儿时回忆 对 如果讲到儿时回忆的话 那蒋方安一定放心的 那都在台北 那儿时回忆都在台北的夜市嘛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更神奇 就是电脑展展开的时候 最红的是什么 乖乖 朝未来他们也是乖乖 也是捧着乖乖 就是说科技 你居然跟东方的神秘力量结合在一起 所有科技在电脑上面都摆包乖乖 而且要绿色的 国座客是台湾神秘力量 不是东方神秘力量 这个没有违和 没有违和 我为何讲这一段 我因为今天看了新 我就一直想笑 科技不是很顶尖的这种技术吗 怎么会跟这个最本土的 他们所有的伺服器上面 都放一包绿色的乖乖 所有的伺服器都有 过去我们摄影大哥 这边都摆着 对不对 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也就不怪说 黄仁清为什么会说 夜市摊房很重要 他选择这个地方 对夜市摊房也是个考虑 当然他这种喜爱台湾 爱台湾的心 跟他从小在台湾成长 然后怀念 然后回来这几天 不断在夜市 享尽美食有关 但是他也希望将来 他的大厂 总部设在这里的时候 各国的人才在这里 可以享受到台湾的美食 道地的美食 道地的台湾水果 我相信他有这种心 所以我们来讲说 这真的是台湾人的骄傲 从他讲话 英文国语 以及假的母语 这样出来 大家都听得很熟悉 就像过去 你去新加坡訪問的时候 你就会去新加坡也很奇怪 有时候也是 但是华语 英文 然后什么印度也全部 夾在一起讲 所以我说他给台湾 带来个新的一代 一个认知 母语很重要 第三国的语言也需要 然后本土的东西 不要忘记 他告诉你 他守护 他科技这么专业 他还是希望本土的东西 所以我说他带来给台湾的意义相当大 当然中国这几天都不敢讲话 既然惹不起 你就不要多开口 你多开口 只是被人家打脸 他们自己 那个混合自己在互相打脸 你惹不起人家 你们还在这里叫什么叫 你们现在连户是 跟都留不住的话 你还要怎么办 所以我说这一场胜负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不必要再比其他的 我相信后面会不会跟进更多的 会 全世界的这些众秀 厂商都会跟着跑 这已经到这种时候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真是可以放一百个星 为什么呢 那赖清德政府的领导方式 会慢慢展现给大家看 傅昆奇想要强推 花东交通三法 现在遭到党内的质疑跟打脸 我们看到连他们的智库都说 你这个财务 环境 技术 还有工程可行性评估 是不能够跳过的 光是这几项 就是完全打脸傅昆奇 那只说现在傅昆奇 感觉上面子挂不住 昨天席开五桌宴请栏尾 那出席人数大概有四十人 要先摇名誉 这到底傅昆奇怎么样 因为日前五月三十一号 韩国瑜江启臣 才跟这个国民党立委参序 那傅昆奇昨天又要来请国民党立委 到底是怎样 是要什么拼场吗 还是要拼回自己的面子来 别瞄头 但是我先讲了 傅昆奇一直讲说 7月16号花东三法要过了 现在到底几个人出来了 第一个站出来是韩国瑜 韩国瑜就讲说 现在要先暂缓推这种冲突法案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赖世保 党内最资深的立委 他也认为说有那么急吗 对不对 他也是讲了一堆的理由 那第三个 终于今天这个李燕秀 文传会的主委 他接受广播的访问的时候 他也讲了朱立伦 他说朱立伦讲了大白话 朱立伦私底下讲说呢 这个花东三法已经被黑了 很难再去推了 朱立伦也动不掉了 那我先讲就我了解 就是这个礼拜一 国民党早上 他们有例行的这个主管会议 那事实上这一次 礼拜一的主管会议 开了非常久 里面的主题 大概都集中在傅昆奇身上 就里面对傅昆奇是炮身隆隆 就是他们也认为说 不要再让傅 被什么都被傅昆奇给牵着走 那为什么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新科立伟 新科立伟会怕 现在开始真的是大罢免 不要以今年当然第一年没有 但事实上网路已经开始 列了很多名单了 而且很多这个包括什么 罗廷伟 牛许廷 其实说实在这些新科立伟 以前仇恨值哪会那么高 但是因为这次 看起来他们在 廖伟祥 对 说什么冲到第一是吧 对很难想象 这新科立伟 到底对大家来讲 有什么仇恨值 怎么会突然变成 在这个罢免的名单上面 所以这些新科立伟 说实在就是被傅昆奇给拖累 那是一股民怨 没错 这个就是说 也要帮新科立伟来着想 第二个很简单 就是虽然说 大家支持国会改革 可是你要想看 国民党在最近的民调 是受重挫的 一下子跌了17% 跌了17% 这个真的是很受重伤 那说实在的 那赖世宝也讲了吧 你讲国会改革 大家都会赞成啊 谁不赞成国会改革 可是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民意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国民党 却在民调这边受重挫 对 那所以啊 所以你要想想看 这个是不是 也是拜傅昆奇所致 那再来当然最实质的 就是说你花东三法 你没有环境评估 可行性评估 财务分析都没有 那这个老陈就讲了一句话 他认为说 你就是在强行推这个之前 你还是要做这个 惨观学的这个专家会议 大家要来好好想想 你看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今天最特别 刚刚最新的消息 你知道今天谁也跳出来吗 谁 苗栗县长中东景 你会想说关中东景什么事啊 中东景刚刚也跳出来了 今天这个苗栗县议会 在咨询的时候呢 就有议员在咨询中东景 就问他这件事 中东景啊 他就真的讲了大白话 他说两件事 他说第一个中央就不可能有预算的啦 第二个他讲的更好笑 他说傅崑奇没有能力啦 找不到企业投资啦 没有钱你要怎么做 那我觉得他更惊人的是说 他曾经啊 这个他有去拜访过韩国瑜 他说他去立法院拜访韩国瑜 他当面跟韩国瑜讲说 这样花莲会被害死 他说花莲会被傅崑奇害死 他说如果真的盖的话 你要一日晚访 大家就一日晚 晚返花莲 然后晚晚就回家了 谁要在花莲住三天两夜啊 他认为说这个 这个会冲击到花莲的经济 旅树叶 人家就不用在花莲过夜了 对啊 当天来回 因为以前大家在花莲 至少都待个三天两夜嘛 对不对 这是刚刚中东景讲的 所以他说他直接跟韩国瑜讲说 这不行啊 这会被傅崑奇给玩死 他讲的就是这个花东三法 你连中东景都开始关心花东三法 对 连中东景都这么了解花莲 为了争取NVIDIA的时候都很正常 所以我现在包括这个友军也都跳出来了 所以我就认为说 那这个是国民党 现在一下子就就醒过来 所以你看在诸多的压力之下 你说这个 昨天这个傅崑奇看起来也放软了嘛 因为太多人在挑战了 那甚至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你傅崑奇你就不要硬干 因为你的花东三法 事实上你说这个花东块 花东块是里面算是这个费用 相较少一点 就是两千多亿 你是不是说不要像国会五法一样 你这个全部给他撵过去嘛 你花东三法可以分批嘛 像可能就是说大家会比较有共识的 花东块两千多亿 你是不是可以先做 那另外说要贯穿中央山脉的这个花 国道六东檐花莲 这因为要贯穿中央山脉 而且要花六千多亿 对所以你这个是不是就是要要 真的要可行性评估跟还评 那另外还有这个环岛高铁 这个更难 这要花一兆两千多亿 这大家讨论过很久了 所以就认为说 你这个有争议的法案 你真的不要三个全碾压过 这个是给 就是说 后来傅崑奇尊也放软 就是说未来党团还是要这个 党团还是要有共识 但是我最后讲了 事实上民进党待会也会讲 这个森汉在我们这边 也会讲 你真的有共识的话 事实上你韩国瑜跟江启臣 就先策案就好了 不要忘记这个案子是韩国瑜跟江启臣有共同提案 当时就被骂死了 是 所以我觉得不要打假球 你韩国瑜都讲成这样了 你就先先策案 这就可以釜底抽薪 是 只是说因为这个 这个傅崑奇要强推这花东三法 如果说他们现在党内在踩刹车 看起来是如果被傅崑奇继续带走 因为你过一个这个 这个国会扩拳就掉十七趴 如果再要强推花东三法 还要再掉十五趴吗 拿来输赔 显然国民党也会精算嘛 我这样跟着你傅崑奇 这四肢劣势 这样一路下去掉十七趴 现在呢 包括赖世保都说有那么急吗 智库以前最听话的 现在都敢出来这个畅反掉了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那如果当脑袋都这么清楚 这个法令 这个三个花东三法 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强行通过 请问为什么在五月十七号跟五月二十一号 国民党会让他进赴立法院耳朵 对不对 所以你们根本没有详细讨论过这一件事情嘛 昨天大家都在讲啊 这个傅崑奇请吃饭的时候 赖世保晚到嘛压陷到 可是他针对花东三法 他就觉得说要好好的讨论没那么急嘛 需要深入讨论嘛 希望让党团大会能够所有的委员都能够发言嘛 这些事情赖世保讲的内容代表什么 之前国会改革的扩权法案 是没有在党团深入讨论的嘛 所以现在这个花东三法 如果继续比照扩权法案推下去的时候 会怎样 国民党就GG了嘛 中东景会不会完蛋 会啊 为什么中东景昨天在面对议会咨询的时候 要讲出来如果花东三法过 花莲会被害死 中央没有预算 然后傅崑奇根本拿不到钱 根本用BOT案 他根本找不到人家来盖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因为如果他不这么讲 接下来苗栗现议会的议员会不会逼迫他 如果傅崑奇都可以这样去中央要钱 我们苗栗也不是没有议员啊 我们苗栗也不是没有委员啊 我们苗栗还比花莲多一席委员 花莲一席委员都可以要到两兆 我们两席委员 我们两席委员要个四兆 要个三兆 不要说几兆啦 五千一都不得了 是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花莲王傅崑奇用这种方式 二搞下去 压力最大的是谁 马上二零六年要选举的这些 县市首长全部都跳出来嘛 所以中东紧不是只是为了NVIDIA脑袋变清楚 他也是为了自己选举啦 因为他这样一趟下去 大家都像他一样 不只苗栗耶 新竹也会不会有压力 也会有 大家都来要啊 是不是 只要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全部都有压力嘛 要连任的有压力 要选的也有压力嘛 所以一定不会让你这样继续二搞下去嘛 那另外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 现在站出来喊刹车的人 除了国民党要选举的县市长跟这个立委之外 韩国瑜也觉得不太适合 韩国瑜也找了大家来吃饭说 我们应该要让所谓的扶国立民的法案优先 有争议的法案要往后退 那我就问问你韩国瑜啊 花东的环岛铁路 如果没有你韩国瑜跟江启臣签名的话 根本不会成案 对不对 那你如果真的有意见 那你就策案就好啦 你这个东西就不会成案啊 这么有争议的案子就往后退啦 你为什么不要 那之前也是讲讲而已啊 说一套做一套嘛 所以我觉得当然是这样子啦 这个扩权法案通过之后 他们才知道说这个法案如果续推下去 大家都完蛋 而且江启臣是未来要选台中市市长的人喔 所以他当然知道事情重大嘛 那包含就是说傅昆奇这个一个人 然后恶搞整个国民党这件事情 让国民党的民调急速往下 让所有人在私宿列车里面 大家都岌岌可危 大家都会害怕 所以现在大家明着不敢出来挡他 但私底下都在挡他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真的不对的事情 为什么要私底下 为什么不敢公然的讲说就不行嘛 然后我就撤案嘛 这个案子就不能讨论啊 国民党为什么永远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只敢这样偷偷摸摸 而且这件事情还引发什么 就是明玉姐所说的啊 这些看这些坐在私宿列车上面的人 不只希望国会的法案 这个花东山法停止 还包含这个 为了不要让傅昆奇跟朱立伦这个体系 继续在国民党作乱 让国民党民调往下 他们现在即将要推出新的 这个党主席的人选出来 我要讲的是说 港有需要这样 你如果是真的不对的事 就不要做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说连这个傅昆奇 都能争取到两兆 那中东警就说 那我苗栗仙怎么办 那之后江启臣 如果要选台中市 那我怎么办 那我要争取多少钱呢 对不对 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光环 都给傅昆奇抢去了 因为他抢了两兆 那这位其他的 来营的县市首长 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嘛 那盛案委员 那现在就看 国民党如果自己有人在踩杀车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做到 是不是要撤案 要不然就在打假球啊 今天如果傅昆奇 可以提这三个特别条例 说我要环岛铁路 花冬快 再加上我要把中央山脉打穿 国道6延伸到花莲的话 那中东警可以来 中东警说我现在想AI嘛 那我也要求陈超明 要求他们那几个在表演县的立委 要提出一个特别条例 这个特别条例 我想都想有名字了 AI上太空特别条例 好不好 行不行不知道嘛 可是先弄了再说嘛 要多少钱绑一兆好不好 你算客气了吧 傅昆奇两兆 我至少绑了一兆嘛 那每个县市都可以搞一个 类似像这样子的条例 没完没了 你不搞 你是失职耶 为什么只有傅昆奇可以搞 为什么你不搞 你是失职耶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这是一个失速列车 失速列车的重点 不是只是那个速度的速 失速列车的重点是前面的失 是你要大家上车 让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僵尸 不断失去理智 然后只是一味的往前咬 这就是现在我们前面看到 国民党的状况 傅昆奇叫他上车 上车把他绑上车以后 每个人都在做一个 其实你们一看 这是很疯狂的事情 可是大家却拼命的往前冲 没有人敢跟傅昆奇说 其实这个花东三法 根本就是傅昆奇的国王的新衣 谁看不出来这不可行 每一个专家学者 每一个环保团体 都跟你说今天国道6 要打穿中央山脉 这个隧道就要50公里 就要50公里 里面要行经多少地质的破碎袋 多少野生动物保护区 工程上的难度多么高 对不起他就是要硬干 那难度数倍于血税 对数倍于血税 血税花了十几年 这个一般评估光工程 可能就要超过20年 这还不要讲他的环评 一阶环评二阶环评 我在这里再讲一个事情 之前有媒体写 可是后来没什么注意到 其实这并不是只是傅昆奇的心愿而已 刚才讲到韩国瑜跟江启臣 其实也有提案 韩国瑜在这个新任的我们卓榮泰行政院长 刚上任以后他到立法院拜会韩国瑜院长的时候 韩国瑜跟卓榮院长讲了三件事情 说这是我现在最重视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说希望我们高铁 可以大家要简单说就是要环岛高铁 他讲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说 我希望可以打穿中央山脉 连结台湾的西部跟东部 所以这不是只是他绑架 不是只是傅昆奇绑架他 韩国瑜也是 连韩国瑜自己在跟行政院长讲说 我现在最重视的三件事情里面 其中两件就是傅昆奇 那个是他之前选总统就有提出来 对不对 国道令号东言 看起来他是内化念之在之 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不然他怎么会再跟行政院长来拜访 他的时候 他说最重要的三件事 他就把这事列为前两件事 所以看起来他不会策案是不是 对 按照他的这个 想法 按照他非常非常内化 觉得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话 他韩国瑜当然不会策案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只是去绑住 傅昆奇就好 拉住傅昆奇就好 还要拉住韩国瑜 那现在国民党说什么 拆成三案 把花东块 国道六跟环岛高铁这样拆成三案 这样就OK吗 这三案都有程序上面 跟权力分立的重大问题 你就是不可以用一个特别条例的形式 来要求行政部门要买单 你现在要的建设 你可以建议行政部门 建议行政部门 说服行政部门来同意 但不应该用一个立法的特别条例的形式 要求行政部门买单 所以这不是拆成几案的问题 拆成再多案对不起 这三个条例 假设你要用表决立法的方式 他一样没有经过可行性评估 一样没有经过可行性评估 一样违反了立法权 跟行政权之间的分立原则 这还是违宪的事情 所以不是说拆成三案 就觉得好像就可以过了 林涛那你的看法 你觉得这三个案子 拆成三案就OK吗 问题是可行性不用评估吗 是 赵昂根 因为我身兼智库的副寅长 我先回应一下 就是说刚才洪委员提到 就是说好像党内都没有人有一件 没有人有一件 为什么镜面上会写说 国民党智库也有不同意见 那李燕秀刚才 明玉姐也有说不同意见 所以基本上国民党是一个开放政党 所以林涛你也来踩刹车 大家会有不同的意见做讨论 那副委员自己也讲了 如果大家还没共事的时候 就要先凝聚共事 那我问一下 那你没有在5月26日以前有意见吗 然后蘇培刚才讲一个 你们轻负恶毒的时候没有意见 蘇培你刚才把花东三法 跟党主席选举勾连在一起 这更离奇了 那讲说租负体系 租负体系 可是明玉姐刚才讲到李燕秀 早上接受黄伟翰的专访的时候 直接讲朱立伦认为 花东三法已经被黑了 所以应该要多一点思考 朱立伦也表达他的态度 然后你今天要说 就是因为朱夫一起推这个花东 所以当主席 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你们党内的意思 党中央就说这是要暂缓 对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回到一个重点 对 就现在应该是七月十六号前面 不会常推 因为基本上智库也提出财务工程 环境 立法可能性跟社会经济 你要整个评估 这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在七月十六号 像副委员他提出对花东 或是各地的委员提出各自的法案 我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他们要为地方争取 可是说到整体的裁员 我们还是要用这六个面向来看 但你就算拆成商案 那也一样 还不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部分 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像国道六跟环岛高铁 现在的争议是非常大的 大到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共识 可是花东块现在交通部有进行评估 现在要花两千五百五十五亿 那他希望分十年就一年花两百五十几亿 那我就觉得用交长 新的交长去跟立法院来沟通 因为这毕竟还是要行政部门来提案 我觉得都尊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三件里面 还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可是绝对不会七月十六号前面强推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共识 现在台湾最大共识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是NVIDIA 其实台湾NVIDIA不只有台北 桃园的物流中心也是去年就设立的 你们桃园有在争取 对已经设立的 因为这个林涛刚才说他是智库嘛 对不对 他是智库直击打 韜哥我请问一个事情 因为你刚才讲一个重点 如果你刚才说 接下来是愿意是请 如果要做的话 是让行政部门用重大公共建设的方式来提案 而不是用现在这种特别条例来去做删毒 如果你愿意做这事情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进展 这代表你们也认知到过去特别条例的做法 是违反了行政权跟立法权之间的分立原则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我给你拍拍手 这个宣誓很重要 这个原本案子是法律案 因为他的法律案过了之后 还会有还评跟财务的分析 那我觉得就是看你的逻辑往哪边走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这三案都可以撤案了 对 因为这三个都是特别条例的法律案 照你这样讲的话 这三案都可以撤案了 我觉得可以跟交通部好好的讨论 这件事情是国民党的共识吗 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人有不同意见 国民党内部其实还没有共识嘛 对不对 因为可能之后还要再讨论 那很明显这种可行性的评估 根本就是不可行 但是傅昆奇有这么的容易就放弃吗 来 金黄 因为这个傅昆奇最近动作很多 他之前也说这三个案子 政府零出资BOT 像高铁一样 再来他之前还上节目说 高铁在两秒之内就可以刹车 时速三百公里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人说人会被挤成肉酱 所以我先讲 从两个部分你可以看得出来 傅昆奇真的这个案子 没有那么容易他想停就停 因为傅昆奇看起来就是很想推 想推到什么程度 想推到连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都在帮傅昆奇葬瞎 这才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首先你先看傅昆奇所提出来的 让大家除了用歪理两个字来形容 你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啊 两秒之内刹车停止停下来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紧急刹车 我们不要讲太复杂 那会出轨 不用去解释什么太复杂 重力加速度理论 就我们一般开车 开在高速公路上去理解就好了 他现在讲说现在技术好啊 这个在花东盖高铁简单啊 然后讲说这个时速三百公里的情况之下 两秒就可以刹停 你知道两秒刹车停下来是什么意思 我们平常在高速公路一般的时速上限开到一百公里的时候 你告诉我有几个人是在两秒钟之内 一百公里的时速之下 直接刹车停下来的 不可能会翻车 是嘛 我们即使一般在开车的时候时速一百公里 你两秒之内刹停的时候你就会翻车了 时速三百公里你告诉我不会出事情 那吓死了 时速三百公里是你平常在高速公路的那个速度的三倍 然后两秒之内直接踩下那个刹车下来 然后就要停下来 你就砸成肉酱了 所以他讲出来时速三百公里两秒可以刹停 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都不需要用太复杂的理论 观众朋友只要去想 用你平常在高速公路三倍的时速两秒之内停下来 你觉得你的人会不会冲破前面的挡风玻璃 直接往前面冲出去 会嘛 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在高铁上面是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傅昆琦为了想说 要帮他的这个环岛高铁案去做护航 所以连这个在节目上都讲得出来 这不可思议嘛 然后再来我们再给大家看 花东的地形用两个字形容叫敏感 所以你看花东现在没有高铁的时候 三不五时你就会看到像山崩的状况 那你告诉我这个地方 你连环坪都不做张 你告诉大家这里可以倚盖高铁 请问你说服得了社会大众吗 你说服不了社会大众 因为没有道理嘛 你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嘛 再来我前面是不是有讲到说 现在看起来傅昆琦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动用能用之力 请进洪荒之力 为什么 这个是民众党立法委员张其楷 张其楷拍影片 帮环导高铁的财务来做护航 对不可思议 这件事情财务的评估也没有做 环平没有做可习性评估没有做 财务评估没有做 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护航 不可思议 高铁都不用花钱 是张其楷的想法是说 你坐的高铁 BOT建的政府没有出一毛钱 BOT建的政府没有出一毛钱 我只问傅昆琦跟张其楷 你们真的认为高铁的BOT没有出一毛钱吗 政府真的没有出一毛钱吗 政府出多了 最后接管了 政府出了多少钱 我就不要讲说后面接管那不断出了钱 那一段出的钱是还要从原始股东身上 把他这个拿钱给他买为股权 那一段我都不讲 你知道高铁他从当时招标出去 像国动哥就很清楚了 阿扁在当时当总统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高铁的原始股东一直来说没钱 快破产了 所以政府要去终极 因为原始股东不愿意再拿钱出来了 所以他原来的财务架构里面 政府拿了多少钱出来 我光是算五条给观众朋友看 观众朋友你不要看多 看五条就好了 政府怎么会是零出资 技术难度越高 他的风险就越高 不可控的因素越多 所以高铁里面来 我给大家看 我还发在我的脆上面让大家看 第一个高铁一开始在盖的时候 政府拿了1057亿出来 这1057亿拿出来的时候 财务四算里面都看得到 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高铁原始股东还告诉政府说 这1057亿等以后通车有赚钱之后 税钱的营收我拿10%出来还给你 那这件事后来没有发生 这也是也显然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当初政府有没有出资 有啊 1057亿这是第一笔钱 第二笔来阿扁上台之后 这国动应该就越来越有清楚 2000年5月国营失业台糖入股 他50亿 2001年6月高铁呢 当时还让行政院的开发基金投资30亿 2002年八家公股 航库跟中央信托局认购 他173亿的特别股 请问没有政府的受益跟授权 这些航库跟中央信托局愿意做这件事情吗 这是政府的钱 当然这是政府的钱 然后2005年航发基金跟中计社 认购75亿的特别股 你知道这五条加起来多少钱 这五条加起来1385亿 请问政府有没有出一毛钱 没有 政府没有出一毛钱 政府要一直依注高铁 因为政府拿不出一毛钱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一毛钱 没有一脚这样的货币 所以政府拿出来是1385亿 所以政府这件事有没有拿钱出来 当然有 结果呢 傅昆琦告诉大家说BOT政府可以零出资 然后呢民众党立法委也配合讲说 政府没有出资 政府没有拿一毛钱出来 真相是光是随便列五条 我还不是讲全部 就花了1385亿 所以这件事情 从这个两秒之内可以煞停 只有一件事情 我叫荒唐 然后呢从政府零出资 政府不用拿一毛钱 也是荒唐 那我只问一件事 你环境评估没有 可行性评估没有 你的财务评估没有 在什么评估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要大家同意说这个花冬三法可以这样过 说得过去吗 最后只讲一件事喔 我请立法院的政府院长韩国瑜跟江启臣 请看看你们的签名喔 刚刚前面林桃讲的 我觉得OK啊 花冬三法里面 他觉得最不可能的是环岛高铁案 然后以及国道六号冬延马 打穿中央山脉啊 这两件事情注意看喔 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签名的这个前面提案的人有谁 傅昆琦韩国瑜江启臣 有没有看到三个名字 对这个案子有他们 对不对 这就是林桃觉得这个是难度最高 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案子嘛 再来国道六号冬延花莲建设特别条例草案 提案的傅昆琦韩国瑜江启臣 也是这三个名字啊 对啊三个案子里面可惜性最高的那一个 大家认为可惜性难度最不可能的 是这两个案子 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啊 请问这个案子国民党要不要策案 请问这个案子立法院政副院长 而且坦白说国务哥知道嘛 这样惯例像这种类型的案子 政副院长连去连署都是不应该的 对啊 然后这两个案子争议性这么高 然后政副院长都跳下去去做连署的动作 请问这件事情国民党要不要策回去 是的确来范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了 那国民党中央也许出来踩刹车 但是看起来没有要策案啊 那所以包括江启臣 还有这韩国瑜等等 这些人傅昆琦有可能知难而退吗 我觉得这个花工三法 现在已经搞到天怒人怨了 连国民党自己都知道问题很大 几个原因嘛 第一个大家讲过没有做还评 没有做各种的相关的评估 就骂然而行 第二个 很多技术上是达不到的 光是这个国道六号 要开十八个隧道 供期将近三十八年 第三个 花着2.5兆会造成财政排挤 甚至大家认为这个钱 可能还不止这些钱 因为所谓的原物料 各方面的账 所以这些因素 大家觉得不能克服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对没办法说服国人嘛 刚刚讲过 台湾有六个县市希望徽达去投资 台南 高雄 台北 桃园 新竹县 苗栗县 我认为全台湾最应该去吸引徽达来投资的地方是哪里 是花莲 对啊 你今天如果让华人去那边投资设厂 你才盖这些花东这三个公共工程 大家才觉得OK嘛 才有意义 才有意义嘛 才能够带来前潮嘛 才能够带来外商嘛 否则你今天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这个发动设厂法大家觉得荒谬 你做一些投资 没有回收 而且实质的经济意义有限嘛 徐真卫有去争取NVIDIA吗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徐真卫应该今天就跑去 拉住黄仁勋 拜托 投资花莲 富贵琪应该去拦阻黄仁勋 拦阻苏思锋 你们投资花莲啊 没有啊 就他们两个全台湾就他们两个 大家所有的搜索的关机 建制都是AI 只有花莲好像跟台湾是平行时空 不在乎 他们觉得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今天要说服大家支持你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当性 今天花莲就是没有正当性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钱 感觉是在土利 某些建商 或者在投利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 对当地的经济没有帮助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连国民党内部 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连这个赖士堡 因为我们知道赖士堡是财政学的专家 也是博士是政大的教授 他过去他对财政这一块他相当有经验 他知道这样子搞下去不行嘛 对整个国家都会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境界嘛 所以他出来喊这个 踩这个刹车嘛 表示国民党还是有人理性的 表示朱立伦现在是完全否定这个花莲三法 刚才已经讲到包含这个李燕秀都出来讲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的风暴 在国民党里面爆发出来了 那我觉得傅恢奇 你应该要聊 你不能够执意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因为傅恢奇现在想的是什么 我未来两年之后徐真卫从这个花莲县长下来 我再出来选嘛 他要选花莲县长啊 他们家他们家就是老婆做完 协生做完老婆做流流做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政绩 他要拿这个来作为对花莲县民交代 所以他才礼拜天才说嘛 七月十六号一定要过嘛 强度官山嘛 一定横财入罩都要过嘛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现在有识之识 是不愿意跟傅恢奇绑在一起 你要到你的花莲王 你就好好回去当 但是我们国民党 我们为了我们的主流民意 他们是不愿意得罪的 所以我必须要讲 现在傅恢奇他在国民党里面 可能已经开始在消风了 而且我认为已经有人认为说 他应该要辞掉这个种招 否则这个国民党跟他一起 像这个铁达尼号像撞上冰山往下沉 全船的人全部沉在海里面 所以国民党现在你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此我觉得傅恢奇真的 每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抗战 你当个花莲王 当个花莲县长 当个花莲县的区域立委 OK 我想花莲的民众都很单纯 大家也愿意支持你 可是当你成为一个全国的 国民党的立委总招 你把花莲经验搬来台湾 搬到台北 那就是搞不定嘛 就引发重路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傅恢奇 你好好的凉凉自己有几两重 否则你真的是把国民党 带入一个永无翻身之地 今天政坛的传出这个一个震撼的消息 说绿白有可能合作吗 真的吗 因为这个行政院长卓龙泰上任之后 他这个拟定打炸司法列为优先罚慢 那这四个案法案包括洗钱防治法 科技侦查保障法 还有通讯保障监察法 还有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 然后这个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在前天就贴了一张 跟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共同讨论这个法案 然后两个人看起来有说有笑 表示双方已经为打炸司法凝聚共事 所以要请教明玉 真的有可能 吴思瑶跟这个黄珊珊取得共事 那重点还在于 黄珊珊能够摆脱黄国昌的影响吗 大家是不是觉得最近政坛太闲了 所以就开始放很多的这个谣言出来 我必须先讲啦 就是说你说这个绿白到底有没有合作 确实就是说绿这边也有人推 白这边也有人推 这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居中穿梭 比如说你白这边人为什么要推呢 当然就是柯文哲身边有一些人跟他讲说 你们现在这样不行啦 大家都把你们挡成小蓝了 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跟这个绿来合作 所以你看柯文哲之前他有讲 他不是很哀怨的讲吗 我当选这个赖清泽当选都没有人来 赖清泽这边都没有来找我们来聊 民进党都没有来找我们聊 他不是也感觉讲得很哀怨吗 对不对 那再加上说现在国会改革 这一个受伤最重的其实是民众党 很多小草就变回头草了 都跑掉了嘛 所以看起来柯文哲对这边确实是有警醒的 那你说绿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就很担心 就觉得说你国会 你这个民进党现在毕竟还算是少数嘛 那如果说你都这样子让人摸摸 那这样子是不是都四年都气馁了 也是有一些人担心 那担心所以就都会提这样子的建议 可是我必须讲啦 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 就我了解说民进党大部分的态度 还是认为说 柯文哲是不要跟他合作 不可信 甚至把他兼臂清野掉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嘴巴太大 嘴巴太大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好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记得就是说 那个大家印象深刻就是那个 立法院长选举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一些热心的人士 就是因为看准了民进党 你是少数 你可能自己会 就是政治现实力就不贏嘛 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力推 是不是游锡坤可以来搭黄珊珊 有一些人在居中穿梭 确实是没错 柯文哲你这种事情 你就给人家讲出来 还给人家名字全部点出来 然后后来引爆什么什么电话门事件 有的没有的 还是还把一些民间人士什么东西都扯出来 我大家都怕死 那事实上林浩在这里 那个有没有 军院饭店 国民党也是有吃亏 吃了最大的亏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柯文哲 大家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嘴巴太大 嘴巴太大的状况之下 政治人物其实你就是 就是你这种诚信就没了 其实这引发到柯文哲的诚信问题 那柯文哲又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所以事实上 建就民进党就我了解 就是说基本上不想跟柯文哲合作 因为觉得他太可怕 他第一个政治没诚信 第二个嘴巴太大 第三个变来变去 你没有什么忠心思想 所以跟他合作有什么好处 所以等于说现在 等于说就兼蔽亲也 甚至要我听到很多民进党就觉得说 那我就柯文哲跟你兼蔽亲也 你巴洗啊 你巴洗你 我就把你全部歼灭掉啊 那你看到底说要谁靠谁 这是一个态度 但是我必须讲 就是说柯文哲考虑到政治现实嘛 你他会去讲像赖清德喊话说 你都没来找我谈